古风悠悠 学生助老师破镜重圆 作者 陆珍 清代 同志元年 1862年 状元徐浦 官职是汉林远修传 他为人诚实 善良 徐浦本是江苏人 他在未显跪之前 有一次在战乱中与新婚的妻子失散 徐浦流落到江西 在一户富有的绅士家里收徒执教 他学问渊博 文明远博 重学的门徒很多 有一次 徐浦的一位弟子新婚 徐浦和几位朋友前往庆贺 弟子就在新房里招待徐浦等人 同去的人都高高兴兴在酒桌上猜拳行令 开怀畅饮 唯有徐浦愁满面 一口酒也没喝 出门后泪流满面 同去的人感到奇怪 便问徐浦 你这是为什么 徐浦说 刚才我看到新娘 很像我的妻子 我这是触貌伤情 同去的一位朋友 联盟转身回去 把这件事告诉了新郎 徐浦的弟子 新郎也觉得有些蹊跷 就进一步询问新娘的身世 新娘答道 妾身本是江苏某县人 原来的丈夫姓徐 名叫徐浦 因战乱与丈夫走失 不知丈夫的死活和去向 当时妾身年纪还小 被一位长者救护 认作异女 所以今天才嫁到你家 新郎听了 大吃一惊 连忙禀报自己的父母和女方的兄长 说 这真是老天的安排 幸亏我们还没正式入洞房 不然我将成为天地间的罪人了 这位新郎当即去把自己的老师徐浦 再请回家来 并把所有的结婚物品都送给了老师 使徐浦夫妇当晚就在新房中 重饮了浇杯酒